全油管最快新闻,商务部发言人表示,中国政府与荷兰在半导体出口管制领域保持沟通交流,希望各方遵守市场原则、国际规则,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,保障企业合法权益。 荷兰此前宣布将实施半导体出口管制,媒体询问双方是否有最新的磋商结果。 商务部回应称,中方希望荷兰等国家保持客观公正立场,遵守契约精神,以维护全球贸易的稳定和发展。 此次表态显示了中国对于国际贸易秩序的维护态度,同时也传递出对荷兰出口管制的关切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